同一個天空 不同人體 是不是會有不同? 他是阿榮 梁玉榮 或者你會認得他 在電視見過他 因為他代表香港 認得殘奧金牌 又或者你完全不認識他 雖然是金牌得主 但阿榮不是全職運動員 他和你和我一樣 都是平凡的打工仔 都要乘車上班 下班 出街吃飯 唯一不同的 就是他用輪椅代步 我平時出街 就一定是 比起建築人士 沒那麼方便 好像我準備出門口 我都要遇到一倍的時間 才去到我上去的地方 我盡量都會避開繁忙的時間 尤其是乘巴士 因為巴士有很多人 令到我的車上去 沒那麼方便上下車 所以最終都不會選擇乘巴士 其實我去過這麼多不同地方比賽 都發覺香港比其他國家都先進得多 可能香港太小了 例如電梯、斜路 層次的無障礙設施都不難找到 不過一遇到樓梯 就真的頭都痕了 香港很多地方都不難去 只要跟著電話的地圖 在路上會不會遇到上下樓梯 那就麻煩一點了 原來出街、搭車 在普通人眼中一件簡單的事 對雙層人士來說 是一種額外的付出 雖然我的電路輪椅 已經很大馬力很方便 但不要說看到樓梯 其實看到一級大約5cm的石膊 已經上不到 就一定要找人幫忙 你看到我這樣的身形 就知道我喜歡吃東西 但一級石膊 真的限制了我不少的選擇 雖然現在有很多網站和app 是專門介紹方面 鄰居人士到大型商場吃東西 不過就吃不到一些 香港人的地道食店感 為什麼鄰居人士的世界 要比較窄、要比較局限? 為什麼他們的天空 不可以跟我、跟你一樣? 其實有誰不想自由自助 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但我沒有埋怨過自己 是一個商場人士 因為我相信我都可以 和你們一樣地探索這個世界 看同一樣的天空 就好像我喜歡玩航拍機 但我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看世界 暫時未做到的事情 我相信科技很快帶我做到 我知道女朋友很喜歡行山 但我們拍拖之後 她就真的行少了 我希望有機會 可以和她一起上獅子山頂 看一次日落 科技使人進步 同時亦帶來希望 我和其他鄰居使用者一樣 都沒有埋怨過自己 只是想多一份希望 令我們的天空變得更大